我們的觀察就是 你見到那些小朋友就是男的通知人 就跟那些男生玩 女的就喜歡跟那些女生玩 去到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就是發育期 跟著才開始就叫做 真的異性相及的情況就會出現 那究竟是否於是 就是因為這樣 你見到現在的社會 就是你最 如果去到中學 你跟那些男生很朋友 想起跟那些汽水 有些人就開始懷疑你了 喂 你倆做甚麼 有些甚麼關係 但是以前很普遍的 男生提完光就一起喝汽水 你喝兩口我喝兩口 沒事的 以前人們不會覺得有問題 但現在人們因為太多這些說話 很多這些時候 很多時候就說 喂 你倆是甚麼 於是有些人都會說 會不會真的好像 不是很好 於是就會分開一點 有些避忌等等 但是很平常的 兩個女生出街有時跳著手 不是同性戀 大家是朋友的 其他人就可能說 你們倆做甚麼 這麼 close 你們倆是雙人 很多這些就是社會的風氣 令到那些人 很多時候想到兩個 較為朋友的 可能就叫同性戀 但其實可能這些是友情 到你幾十歲的時候 可能你最好的朋友 都是同性來的 但是你會不會發生 同性戀的問題 不會的 主要你是病還是不病 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其實也有一些 很有趣的現象 你會發覺的 同性戀之間 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有 傾向於男同 傾向於女的角色 那為甚麼 既然他喜歡一個 像女人的男人 為甚麼他不喜歡一個男人 或者他喜歡一個男人 但他像女人 為甚麼他又不喜歡一個女人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很特別的問題在裏面 你既然很喜歡一個男人 那你就喜歡一個男人 為甚麼要有一個 叫做女性的 男性的角色 走出來呢 其實都不是的 一十個女性 不知為何 會扮演角色 九成都不會的 我講的是傾向於 即是他們之間 假如女性的文件 十個百分之類 就是 男性 都是 我是男的 大家都是男的 OK 我覺得很標籤 就是男性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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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現在多了 多了 一般人 對女性的程度 高很多 這個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 無論男女 雙性戀 還是男女 對女性戀 是沒甚麼所謂 但男女性戀 這個行為 現在看到 是很病的 即是他們覺得自己很重要 我猜這裏大家都會 agree 很多都是 當你見到兩個男性很噁心的 黏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 這個是正確的 不是 是有八九成的 不是 他要轉換身份去 進行 這個是任何關係 一種 做不到 做不到 現在 你去三華市 為什麼很多地方 他不容許 那些人只會罰他 因為泰國 你去三華市 就直接 他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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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我覺得 這裏 我猜大家都有看不同的 我猜 那個是事實來的 我不是說那個觀念 我猜是一般人做過研究的事實 這裏 我猜這些研究有很多 中外各方面都有 就是大家看哪些的看法 還有哪些地區 可能你說三華市那些也不同 泰國也不同 就算本地也不同 這些其實各有各的研究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 這裏我不會特別去跟大家去探討 那麽多 但起碼我們看到 就是從宗教的角度 我們尋求的就是兩性 就是正式的婚姻 甚至如果你再說 我們之前都說 甚至你兩性 男同女不結婚 我們都不容許的 我們容許的是什麽 正正式式的結婚 合法的婚姻 這個是熱山所鼓勵的 結了婚之後 其實也是鼓勵我們用心育的 其實我們說回 上主創造人的目的都是這樣 如果不是 其實我們哪裏再有下一代呢 當你想想 社會慢慢變成同性戀者 其實這個城市 就算神去滅亡它 它自己都會被滅亡 因為這一代的人 走完之後 其實這個城市已經沒有人 是吧 即是從無論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為什麽我們不容許同性戀呢 當然不同宗教不同的看法 甚至有宗教和沒有宗教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就是大家去看事情的時候 剛才我們很多時候都說自己各有各的思考 那個研究 那就留待大家自己慢慢去探討 好 那 很重要的兩句 其實 當然 人是思想很複雜的 很多時候 你講到哲理的時候 講哲學的時候 你會發覺 怎麼講都好像講得慌 那樣的 不過 無論你怎樣去 現在來說 人好像越來越寬鬆 就是說 要包容 別人做什麽 你都應該不要批評 這樣 我們應該接納 這樣 不過有些事實就是 我們怎樣都走不出去 就是 第一 人的心理建構就是很特別 尚算創造我們 男人和女人 那 你說他是不是相給之類 啊 心理影響之類 那他可能 有另外一些的吹響都好 但是 同性的 就不可以會繁殖後代 那 他們的器官等等 都是天衣無縫地 做到是適當地去繁殖後代 大家也都會得到一些的滅足快慰 那 相反地呢 他來 男同性戀的話 那現在 就是 如果你說到的 當然 有些就是說 我們只是一些朋友的關係 那樣 跟你所說的所謂的 叫做同性戀 同性戀 到底有沒有性行為呢 如果說到性行為的時候 你想想他們怎樣可以有性行為呢 那就是 有些器官 創造的時候 就不是用來做 就是有一個 令到你有一個快感的 那但是 專門用來這樣做的時候 變成 產生了些什麼的出現呢 就是 變成很容易有細菌的出現 於是 就生出一些病菌 或者一些的病毒 到達是無限的意思 那這樣 那這些就是 就是我們人 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得到的 那些人 有14年的時候 就已經預言了 就是說 將會有一日 同性戀 那會是很普遍 那些人覺得無所謂 那就是 男人喜歡 浮訪女人 女人浮訪男人 穿一些衣服 會中性 那樣 那不知為什麼 那14年就是 已經預視了這個情況 就是說 那時候 他已經預視了將來 會有一些情況 那些人對同性戀會覺得無所謂的 甚至覺得是自然的 是應該尊重的 應該容忍的 那情況是這樣 我們不要去爭辯到應不應該是對不對 譬如我們既然說這個社會是要講包容的 但一個事實就是這樣 其實說話就是無論男性江交也好 甚至《古蘭經》講得很清楚 甚至你和太太都不可以有江交的 你會見到這些行為 其實爭主覺得是過分的 究竟你應該怎樣做呢 應該是順從自然的法則 就不是說種肉 簡單一點 就是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為什麼我們需要就是齋戒呢 齋戒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我們學習 怎樣去控制我們的肉臉 我們就是跟生畜不同 不是說要吃就要吃 要喝就要喝 要發生行為就發生行為 所以我們說人生畜不同 我們要學習去控制我們 所以我們每年一個月都要去公斋 我們要學習控制自己的肉臉 不要縱容我們自己的肉臉 就是陰柔去發展 所以高蘭經剛才我說 其實高蘭經剛才有一件事 阿拉是不喜歡過分的民眾的 這個看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分組討論 好嗎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